不能说自己在修行,勉强说是做善事。 作者,福安古观音阁。 今天去永泉寺,突然醒悟,不敢说自己在修行,也不敢说在学佛,想了想。 最后只好勉强说,自己在做一些善事。 而且还是勉强的。 以前常常把自己想象成要当一个修行人,那么修行人是怎么样子的呢? 应该是天人来供养食物,讲法是天女来散花,地上都涌出金莲,或者至少有一些小神通吧。 结果发现什么都没有。 后来想,说自己在学佛吧。 有时候觉得学佛好像还真的有这回事,比如说自己会坚持念佛,拜佛,诵经啊。 似乎都有这回事,后来发现这回事也不怎样了。 有时候别人会问,你学佛吗? 想想,这是个比较尴尬的问题。 如果说自己学佛,可是我又做不好。 没有学佛,天天念佛,诵经。 做不好,就当不了表率,也无法给佛脸上贴金。 倒是我常常说,我学佛呀,我诵经啊,都是佛在给我脸上贴金。 所以想想很惭愧。 说我学佛,可是我的习气比没有学佛的还要重。 所以也不敢说自己学佛了,修行更是谈不上了。 后来想想,给自己立个名字吧,就全当做一些善事吧。 想想,自己能做一些小小的善事,那也不错。 这个应该要争取的。 至于什么是做善事呢? 也希望佛加持我让我能真正的做一些善事。 有时候做了善事,但是一起烦恼,又不想做了,觉得善事莫有意义了。 这也是比较糟糕的。 所以拜佛念佛,都是祈求佛加持我能如法的做一些善事。 这样也算莫有白来人间一场。 如果在做善事的时候,能和大家结个菩萨的欢喜缘,哦,那一辈子就值得了。